在上一单元我跟大家介绍过衍生产品的性质和常见种类之后 现在就跟大家讲解一下衍生产品的用途 其实衍生产品是有很多用途的 我们现在就集中讲解其中四种主要的用途 它们分别是 第一,投机活动,提高收益,speculation,yield enhancement 第二,是可以参与不同类别的资产 第三,就是杠杆效应 而最后,第四种用途就是 可以看多,也可以看空,从而可做到风险对冲 首先,跟大家讲解第一种用途 就是利用投机活动提高收益 怎样可以运用衍生产品来提高收益呢? 不如让我们用一些常见和可以在一些金融机构中买到的股票挂钩存款 来举个例子吧 假设某投资者有一个投机的看法 他认为未来一个月之股票市场不会大幅下跌 而就算跌至某一个指定的价格之下 投资者都愿意按这个指定价格买入这批股票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可以运用股票挂钩存款 成为一个认估期权的卖方 如果有关的股票价格真的没有跌至指定的价格之下 就可以在不需要买入股票的情况下收取期权金 提高他的投资收益 但是如果市场价格下跌 他就可能需要以高于市场价格买入股票 若是股票价格大幅下跌的话 就会有亏损的风险 衍生产品的第二种用途 就是可以参与不同类别的资产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衍生产品 来参与或者买入或估出各种不同类别的资产 例如股票或者外币等等 又例如 透过衍生产品可以参与不同的投资市场 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平时难以参与的市场 举个例子 国外人士参与国内的A股市场时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透过一些合成交易所买卖基金 Synthetic ETF 就可以参与国内的A股市场 这些合成交易所买卖基金 运用衍生产品跟踪或者模拟 某市场指数的表现为主要投资目标 透过这些合成交易所买卖基金 投资者虽然最终不可以直接持有A股 但相关A股的表现 可以直接反映在投资者持有的 合成交易所买卖基金里面 这种就是衍生产品其中的一个用途了 而衍生产品的第三个用途 就是杠杆效应 又举个例子 大家都听过的认股证 就有它的杠杆效应 一般来说 如果在股票市场上买入 相等于某只认股证相关的一手股票 可能要动用几万元 但是如果投资者选择购买认股证的话 其实可能只需要几千元 就可以以较低成本 获得放大的效果 这种做法就是杠杆效应 当然 这样做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市场价格可能大幅涨跌 而带来的风险 始终买卖的是衍生产品 而不是真正的股票 最后第四种的用途 是可以看多 也可以看空 从而做到风险对冲 衍生产品的用途 还有这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在市场 买入一种看市场价格上升的认股证 Code Warrant 或者可以买入一种 看市场价格下跌的认股证 Put Warrant 而这类认股证的产品 可以帮助我们对冲一些 市场价格向下跌的风险 例如 如果你持有一些股票 你可以买入一个认股证 那是看市场价格有机会下跌 如果市场价格真的下跌 这个认股证就可以带了一些额外的收益 那就可以补偿 你持有股票的部分损失 最后 还记得刚才我跟大家说过 衍生产品最主要的四种用途吗 第一种用途 就是利用投机活动 提高收益 比如说 投资者可以运用股票挂钩存款 来提高收益 如果有关的股票价格 真的没有跌低于指定制价格 那么该名投资者的股票挂钩存款之息率 就会因应收取了额外的期权金 从而提高收益 第二种用途 是可以参与不同类别的资产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衍生产品 来买入各种不同类别的资产 例如股票或者外币等等 这种衍生产品常见的有 股票挂钩存款 合成交易所买卖基金 第三种用途 是杠杆效应 投资者可以不需要动用几万元 来购买一手股票 而只需要用几千元 来购买相关的认股证 就可以以较低成本 获得放大的效果 而这样的做法 就是杠杆效应 而最后一种用途 也就是第四种用途 就是可以看多 也可以看空 从而做到风险对冲 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上买入一种 看市场价格上升的认购证 或者可以买入一种 看市场价格下跌的认股证 而这种看空的认股证 还可以帮助我们 对冲一些市场价格 向下跌的风险 除了了解衍生产品的用途之外 大家也要留意相关的风险 下一单元是最后的单元 我们会讲解一下 衍生产品所设计的风险 再见